你放手 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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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來那一套 台中五星級飯店永峰站 15號中午飯店大廳爆發 推擠拉扯衝突 你是誰啊 順維是誰啊 順維是什麼東西啊 你是什麼公司的員工 你是順維峰站你是誰啊 原老闆和峰站以及管理層 跟新東家順維公司的員工 在鏡頭前大吵 另一邊又傳出差距 你鎖在裡面 為什麼你們兩個人鎖在裡面 我不知道啊 你看 他們把門鎖住了 為什麼 一群人破門攻進去 結果裡面是空的 大家在繞回大廳爆發 第二波推擠 你這邊是私人地方 叫老闆來嘛 和峰站以及妹妹不斷要求順維公司 老闆出來面對 但只有員工出來擋 實在撐不下去打電話報警 來的不只警方連老闆家人都來了 在飯店門口舉著老闆母親的遺照 嚇壞眾人 順維公司沈千鴻先生 他如此不只 第一個 違照文書以外 更有所謂的 詐欺的行為 台中永鋒在老闆出邊控訴說飯店 遭人非法霸佔 對方不繳租金 導致員工薪水付不出來 廚師也離職 通報市府 從12月16號暫停營業 結果被指控的順維公司 搶先開記者會 兩邊互槓 公司跟個人都有 公司跟個人 只有個人答的 只有個人答的 永鋒在老闆秀出好幾張支票 有四百萬的 有三百萬的 但通通寫著 餘額不足拿不到錢 他指控陳租方欠四千萬租金 對此行動交順為公司回應 明天飯店 仍會繼續營業 TVBS新聞 李承佑 陳吉君 許又翔 SNG小組 台中廠報導 請支持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 全新YouTube頻道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